咱们 它就在这里 你看我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休息 那个地方挺好的 一下子没看见狗了 狗吃饱饭就不知道去哪了 猛狗 你看 今天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就等它一条狗 其他的狗子全部回来了 猛狗 我心里想着这个地方应该不会不见 我从明天开始 我必须把它拴着了 你太气人了 朋友们 早上 给猛狗撕柳花 它们全部吃完 这个猛狗不见了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没有多大的地方 找了一圈没找到 现在咱们唯一的办法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在这里坐着等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 咱们必须要明天赶到这个呼伦贝尔的 因为很多快递在那边 这个时间被耽搁了 这个猛狗呢 我们到了呼伦贝尔之后啊 我必须把它拴着 不拴着它不行 因为我一直很照顾它的情绪 你拴着它 它很无辜的样子 很可怜 知道吗 所以我选择没有拴着它 像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后面我必须要拴着它了 花花疙瘩可以不拴 蒙古一定要拴着 我是确实没人照顾啊 有人照顾的话 像我妈都上年级 不然的话就把它留在家里 挺好的 它除了有这个毛病以外 没有任何毛病 都很乖的 也很聪明 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 倒就玩 玩累的 它自己回来 如果它今天没回来 咱们今天走不了 还没回来 咱们只能开车去找一下 就周边去逛一下 看一看 你看后面没有 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看一看 老板 咱们到去逛一逛 找一只看看啊 窗户打开 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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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没看到 这是去哪呢 奇怪了 看不到的 街上都没有 这些都是没什么人的 只能回来咱们停车的地方 就等它 现在已经快四点了 那里有好多狗 不知道有没有芒果 芒果 就是喜欢去给那狗子 一看那狗子就玩 那你看 那里有几条 有三条吧 芒果 太阳都快下山了 朋友们 实在没办法出来 再找一下 你看 你看 这里有几个流浪狗 你看一条花的 芒果 芒果 就这两个狗 没看到芒果 芒果 你看这里有一只狗 也没有 芒果 看到一只好大一只狗牧 两只狗牧 你看 两只狗牧 你别打它嘛 欺负它 你别打它嘛 你别咬它呀 你看咬得这样子 水都有 你看 你别咬它嘛 你两个去烂 然后挖着你一下十度 你看嘛 那个狗子就躲在那里 晒太阳了 现在气温越来越冷了 这边全部是这种大货车 你看 那里也一只小狗 跟芒果差不多大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没有人抓狗的 你看 你看 乖乖乖 好像芒果 不要跟我走 我就找狗的 别跟我走啊 芒果 他就给我弄了我跑了 这里有一只 哇 你看 没有回来 车旁边没有 他还没回来 你说在这种地方嘛 不就是放下它 让它们去在旁边玩一下嘛 一眨眼就没看到了 哎呀 现在太阳完全下山了 还没有看到狗子 你看 这边全部是厂房啊 就这横达街 希望到晚上能够回来吧 今天完全黑了 狗子还没回来 你看 现在气温越来越冷了 现在晚上都零下十度了 我们只能继续等 太阳都快下山了 找了一天 等了一天 没办法 有狗的地方咱们都去找了啊 只能看到自己回不回来了 下定决心 后面不能心软 一定拴住它 直接再回来 你们在家里面 我再去找一下芒果 啊 你们上去上去 你们上去 我再去找一下芒果 上车快点 外面太冷了 严格的讲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来抓狗的 你看 这两个狗还在外面 你看 芒果 在这里不见了 彻底不见了 这芒果 太阳都完全下去了 都没回来 看一下这些厂里面都有狗的 芒果 你看太阳都下去了 都黑了 你看他走多远 外面不冷吗 你 外面都临下10度了 走快点回去 还在绣走走快点 动死我了 走快点 还在绣走了快点 走了快上车了 快上车 你看 太阳都下山了 他 天黑的才回来 上去 现在咱们走了 离开这里 现在晚上已经 8点半钟了 朋友们 你看 8点半钟出发 赶夜路 没办法 出发 晚上最怕的是这些大货车 货车太多